楊修一聽說曹操吩咐當晚的口令是雞勒兩個字 馬上就叫人和他執拾行莊準備翻車 這件事有人說了給夏侯敦知道 得了的 夏侯敦吃了驚 馬上請楊修來問他 先生 為何你要執拾行莊 楊修說 哦 將軍你看看今晚的口令 就可以知道魏王很快就會退兵回去 雞勒雞勒 哎 食之無肉 氣之又味 現在盡不能勝退又怕人烈小 在毫無益處 那就不如早點翻車了 很快去魏王就班師了 故此我叫人收拾行莊 免致臨急周將 啊 啊 先生你真是摩清魏王的心事 夏侯敦也吩咐了人和他執拾行李 閃閃閃 一傳十十全白所有的將官人都準備回歸了 當晚 曹操心亂如麻 睡極都睡不著 他不睡了 索性起身 拿著一把降虎 靜靜地在營宅裏頭到處這麼蠢 咦 怎麼見到夏侯敦營宅裏頭的士兵 人人都執拾行莊 嚇到曹操一驚 急急迫你中軍將 照夏侯敦來問他 究竟是會甚麼事 夏侯敦就把楊秀的說話 原原本本地報告曹操 曹操就立即叫楊秀來問他 那楊秀就把雞勒的意思說出來呢 曹操突然變了面色 大喝一聲說 你這麼大膽亂造謠言 動搖軍心 一來 推出去斬首 曹操立即叫刀斧手 就推了楊秀出去殺頭 並且把他的人頭掛在圓門外面示眾 唉 原來楊秀這份人 平時太過恥著自己才學 瘋狂不露 又不懂得避忌 觸犯曹操好幾次了 有一次 曹操就建築了一座花園 落成那天 曹操就去看過 他沒有說好事 也沒有說不好 只是拿一支筆 在門口上寫了一個護字 這樣就走了 那些人都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楊秀見了就說 楊秀見了就說 嘿嘿嘿 門字裡添多個護字 就是個護字 承上是嫌圓門闊一點 於是再建那幅圍牆 改過門口 又請曹操來看看 這次曹操就很滿意了 他問人們 誰那麼知我的意思 是楊秀 哦 好極了 哈哈 好極了 曹操的口雖然稱讚他 但心很忌楊秀 又有一天 有人在塞北 即是長城以北 今天的內蒙這些地方 送了一盒蘇油來 曹操順手拿一支筆 在盒書寫了一盒蘇 三個字就放在桌上 後來 楊秀進來見到 哈哈 他一點都不客氣 竟然拿一支匙羹 就和大家分來食青光 曹操知道了 我就問他為何 楊秀說 這個盒子上 明明寫著一人一口鬚 那我們怎麽敢 違抗丞相的命令 不是一人一口分來吃光它 哦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曹操雖然表面上 哈哈大笑 知道心 就很生氣楊秀 還有 曹操的人很怕被人謀害 所以經常都吩咐他的近身侍從 說 我 發夢很喜歡殺人 凡是我睡著了 你們千萬不要走近我 他們說 有一個日曹操睡了 睡著睡著 睡著睡著 再到身邊 敷被 把被子抖到地上 有個侍從直走向床邊 說起把被子蓋回 曹操突然啪聲就跳起身 拔出劍 包破了侍從 然後又上床睡覺 過了一陣子 曹操就起來 他很害怕地問,哎呀,是誰殺了我的侍蟲啊? 大家就告訴他,是這樣這樣這樣 曹操當場咬咬聲哭得不知多傷心 叫人好好地安葬了那個侍蟲 所以,人人都知道曹操真的發夢殺人 唯獨是楊修看穿曹操這件事 臨到和那個侍蟲安葬的時候,楊修就指著棺材說 哎呀,成相就不是發夢呀,你才是發夢 哈哈,曹操知道了,當然更加討厭他了 曹操是曹操的第三子,他是很愛慕楊修的才學 時時都請楊修去談金論谷就談到通宵都有的 有一段時間,曹操和他的謀事商量,想立曹操做繼承人 這件事被大仔曹操知道了,秘密約了他的死黨 曹操讓吳則回來家商量,因為怕被人知道 又用一隻大仔裝著吳則,賣布匹禮 用這樣的辦法把吳則摺回家 楊修不知為何這麼聰明,知道了這件事 就直接報告曹操,曹操就派人在曹操的住宅門口 曹操放忙說給吳則聽,吳則說不用休 明天你用一隻大仔裝著布匹進來迷惑他 於是曹操就叫人用一隻大仔裝著很多布匹混進住宅 曹操派來監視的人截了一茶 沒有錯是布匹禮而已,不是其他事情 就回去報告曹操 曹操就懷疑楊修,是有心弄捕曹操,就愈發憎恨他 又有一次,曹操就想試試曹操和曹操兩個兒子的裁幹 曹操就叫他們出去業城門外,但又靜靜地派人去吩咐守門的官員 不要讓他們出城 曹操是先到的,門官就攔著不讓他出去 曹操就老老實實就回頭了 曹操知道了,就問楊修 楊修說,你是奉了皇命出城的 誰敢攔阻你,你直接殺了他就是了 曹操聽他的,當曹操走到城門,門官又攔著他 曹操說,我奉了皇命出城,誰敢攔我 拔出一把劍,一劍就斬了門官,真是冤枉了 他就昂然出城了,真聰明 於是曹操就以為曹操有本事 後來有人說給曹操知道,那些是楊修教的 曹操很生氣,因此連曹操也生氣了 還有,楊修幫曹操編了十幾段有關天下大事的問答 曹操,用來應付曹操的,一問你上來就有得說了 所以但凡曹操將軍國大事問曹操呢,曹操都對答如流的 曹操的心十分奇怪了 最後,曹操是暗中收買曹操的伯仁 偷了那份問答來給曹操看,曹操真的發火了 豈有此理,楊修你的匹夫這麼大膽,連我都敢騙 從此,曹操就想殺了楊修 這一次,就是借以擾亂軍心的罪命殺了他 那楊修被殺的時候,才是三十四歲 曹操殺了楊修之後,大家想殺了夏侯敦 那大家當然來講情的啦 一講情,曹操就有台階落了 罵夏侯敦幾句就了事了 接著就下令明天進兵 到了第二天,曹操一出了爺谷戒口 曹操已經率領著一支兵馬等著 曹操招曹操投降,被曹操罵回頭 曹操叫龐德出戰 當他們正在擊戰,曹操營債起火了 探馬飛彬報告說馬超劫了中債和後債 曹操一聽,立即拔出寶劍拿著一手 曹操大聲地說,誰後腿一斬? 於是全軍仗士奮勇向前 打到差不多一刻,毅然炸敗走了 曹操這個時候才指揮軍隊轉頭回去打馬超 曹操自己呢,騎馬站在高波上觀戰 突然有個標人馬好像天外飛來那樣 撞到你面前 有個將軍大喊一聲,毅然在這 一斬,射正曹操,嘩! 曹操整個跌落馬 毅然就劈開一張弓 手提大刀的罩馬跑上山坡上來斬曹操 哈哈,眼睛看著曹操這魂系這麼大 幸好打橫閃出一圓大將高聲大叫,別動手啊! 有夠了,有夠了 原來是龐德趕倒 他拼命殺退了毅然 保護著曹操向前走 這時候,馬超的人馬已經退了 曹操受傷回到刑寨 哎喲,這魂很可憐 原來仙頭被毅然一斬,射中人蹤 打脫了兩隻門牙 嘴子變成瘋子 馬上叫徐君醫生來醫 到了現在,曹操才想起楊秀的說話 看中這個地方,確是雞勒雞勒 食之無辱,氣之有味 叫人唸好楊秀的屍體 好好地安葬,下令班師回朝 大軍撤退的時候,由龐德押口 曹操就躺在特備的車座 左右兩旁,由撫賓軍護衛 而孔明呢,早就料到曹操必定要放棄看中撤退 所以派了馬超等一群將軍分兵十幾路,沿途地攻擊 所以令曹操非常狼狽 那天他的前隊剛剛出發 爺谷山上就兩邊起火 哇,是馬超的復兵追來 曹操人人心慌,個個膽寒 曹操下令急行軍,八分早夜拼命趕路 一直回到長安附近,人心才靜回 那這些呢,就放下不說他了 現在說說劉備 劉備擊敗曹操之後呢 又命令劉鋒、孟達、黃平等等將領 去攻佔上庸國的郡 上庸的郡城呢 在今日湖北省的西部 上庸郡包括陝西東部、湖北西部的部分地方 當地的官員聽說曹操已經放棄了漢中走人了 全都投降了 劉備安民之後 大上三軍人人都很高興了 當時,所有的文官武將 都有心想推舉劉備做皇帝 但是你不敢開口 就去跟孔明說 孔明說 行了,我已經想好了 於是孔明就跟法政等等一班人去見劉備 孔明說 當前曹操專權 百姓無主 主公你的大仁大義是天下著名 今天 已經擁有東西兩村之地 應該順從天意人心 登位做皇帝 明正言順來討伐霍察 事不宜遲 請主公摘個吉日登位 哎呀呀呀呀呀呀 君仙你這樣說就大錯得錯了 我留給雖則是漢室中親 但是到底是個臣子來呀 如果做這樣的事 就是反漢的了 不停說 主公 當今天下大亂 英雄並起各霸一方 這麼多有才學有本事的人 捨死亡生為他們的主公效力 為甚麼呢 無非是想攀龍赴鳳 建立功名 如果主公一味地被嫌疑 死守著軍臣之義 不肯職位做皇帝 這樣就會令到大家很失望 請主公你認真想想 不可以的 要我自立為皇帝 我怎麼都不能這樣做 不如大家再商量個好些的辦法 大家一齊都說了 主公 你如果一尾這樣推 大家就離心了 孔明說 是的 主公你平生以義為本 一時不肯稱為皇帝 以後再說 不過現在已經擁有京商兩村之地 這樣 可以暫時做著漢宗王 劉彼說 你們雖然有心要擁護我做皇 不過沒有天子正式的詔書來封我 那還是無用名義的 孔明說 主公 在這些時候可以變通來做的 不用那麼驅逆於常理的 張飛聽聽聽真的忍不住了 他大聲地喊 不是姓劉的人 個個都就是做皇帝 何況大哥你是漢室中親 莫說做漢宗王 就是做皇帝又有何不何 三弟三弟 你不要說那麼多了 孔明說 主公 你應該根據當前的形勢 變通一下 先進為做漢宗王 然後稟奏天子都未為此 既然孔明和大家都是這麼說 劉彼再三再四都推辭不了 就只有答應了 其實這些也是演戲這麼做的 在建安二十四年 即是公元二一九年七月 在緬陽縣 古代的縣 在現在陝西省緬縣附近 在漢宗市的東邊 下一個壇 很大了 方圓九里 分佈五方 擺設好正奇異象 所有的官員都依著次序排列好 到了吉時了 許政 發政 功請劉彼登壇 獻上皇冠 玉璽 然後向著南邊楚樂 古時所有的皇帝都是坐北向南坐的 所謂南面清皇就是這個意思 接受文武官員朝拜祝賀 登位做其漢宗王 那我兒子劉蝦就是阿斗做王世子 封許政做太府 法政做尚書令 諸葛亮做軍師 總理軍國大使 封關羽 張飛 趙雲 馬超 王宗 做五虎大將 毅然做漢宗太守 其餘的官員個個都有封賞 劉彼做了漢宗王之後 他寫了一道品奏皇帝的表章 派使者送去許都 內容大致是說 曹操有謀朝篡慰之心 禍國殃民 自己於是依照古代的先例 權宜行使立為漢宗王 此後無必揭盡努力 掃蕩國策安定社稷 曹操在葉郡聽聞劉彼自立為漢宗王 極之憤怒 他拍海地說 劉彼你這個職責佬 敢做這麼大膽 我發誓要消滅你 立刻就想下令出齊全部兵馬 親自去兩村和劉彼缺一癡紅 司馬爾就出班來勸他 大王 你不要因為一時的憤怒 就親自去遠征 微臣有一個辦法 不用動一刀一箭 就使劉彼在兩村自受其禍 等到他兵須力盡 到時 大王派一個將軍去打他 就可以成功了 哦 重達 你有何高見啊 大王 江東宣拳 初時把我妹架給劉彼 後來也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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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摺到回去 劉彼呢 又佔著荊州不肯玩 他們彼此都有切齒之恨 如果大王派一个很有口才的人 带封信去瑞宣拳 使得他轻兵去拿荆州 这样 刘比就必定要在两村发兵回来救荆州 到时 大王轻兵去拿汉村 刘比就两头都顾不定了 他的处境就危险了 曹操听了很欢喜 立即写了一封信派满宠做使者 日夜兼程赶去江东见孙权 孙权知道满宠来了 就和他的谋事商量 张超话 艾吾本来是没有仇的 以前 家人听了朱葛亮的说话 才使得两家年年地打仗 百姓遭殃受罪 今天满宠来必定是有讲和的意思的 应该以礼相待的 孙权听他说 叫那些谋事就出去迎接满宠入城来见面 当满宠来到拜见的时候 孙权真的当他是贵宾般接待的 满宠程上曹操的书信他就说 吴毅从来都没有仇 加因刘彼之故才搞到这么多冲突 今天 毅王派我来 约请将军去攻取荆州 毅王就出兵去攻打汉村 实行首尾夹击 击破刘彼之后 吴毅就一起来分了他的姜土 以后誓不侵犯 请将军你考虑 孙权看完信 就设宴款待满宠 散了席就送他去宾馆住落 翌日 孙权就跟他那帮谋事商量研究 顾翁说 满宠这些说话 都是有些道理的 主公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 一方面 送满宠回去 约定曹操首尾夹攻刘彼 另一方面 派人过江去探听一下关云祥的动静 然后才采取行动 朱葛锦接着说 云祥到了荆州之后 刘彼又跟他娶了妻室 生了个儿子 跟着又生了个女儿 她的女儿年纪还是小 未曾许配给人的 如果主公同意的话 我就去为主公的誓旨向云祥求婚 如果云祥答应 我们就跟云祥商量 合力去破曹操 如果云祥不肯 我们就跟曹操联合 去夺取荆州 主公你说这样好不好呢 孙权就决定用他这条路 送了满重回去到先 然后派朱葛锦做使者去荆州 见关云祥了 关云祥问 至于你来有什么事呢 恭喜张军 何起张军 喜从何来啊 吴侯有个儿子 聪明过人 听闻张军的令外十分延熟 我奉了吴侯之命前来求婚 那两家结为秦俊之好 共同破曹 这个真是一件美事啊 请张军不要推迟了 吴 张军 张军 你听着 我的婦女 怎么肯嫁给狗仔啊 如果不是看在你弟弟的份上 就立刻杀了你 关将军 不用多说 中左右 有 赶他出去 哎呀 朱葛锦碰了一鼻灰 被人赶了出来 就满面羞蚱 回去见孙权 当然也不敢隐瞒 一五一十就说回给孙权听 当堂生气到孙权 跳起八丈高 关某人你这么无礼都有 就召集张超等等文武官员 一起来商量 公取荆州的计策 暴侄说 曹操 想谋朝篡位很久了 他只是拼着刘彼而已 现在他派个侍者来想碎我们兴兵去攻打刘彼 是想嫁祸于我们东盟啊 孙权说 不过这样 我也想拿回荆州很久了 主公啊 现在曹人率领大军 注册在襄阳汎城一带 那里又没有长江之险 由陆路就可以去打荆州了 为什么他还不去打 反而要主公兴兵去打呢 只是这一点就看到他是什么心了 嗯 那你的意思怎么做呢 暴侄说 主公 你就派个侍者去许都见曹操 要他命令曹人 由陆路先起兵去打荆州 这样呢 关文祥必定率领荆州的兵马去打他范城 等到关文祥一动 主公你就派一支军队偷袭荆州 必定马到攻城 好计啊 好计啊 孙权听他的 立刻就派侍者去见曹操 如此这般的讲他听 曹操高兴啊 打发侍者回东吴 跟着就派满宠去范城协助曹人 做他的参谋官 商量出兵的事情 同时呢 又送核民去东吴 命令宣泉派兵由水路接应 夺取荆州 好了 这些就暂时放落不讲他字了 现在就讲回刘比 他登位做了汉中皇 任命毅然总督军马 镇守东川 自己就带齐文武官员回去成都 做了皇了 当然要建皇宫 建亭台楼馆等等 派人由成都到白水关 白水关在四川北边来 完善兴建四百多处管舍油站 同时大量积聚粮草 制造兵器 为进取中原做好准备 这一天 那些间谍探听到曹操联合东吴 想攻取荆州就立即来报告 噢 流鼻大气一惊 连王找孔明商量 孔明说了 我已经尿到曹操实会这样做的 不过这样 东吴的谋事极多 必定会请曹操命令曹人起兵先的 哎呀 那如之内寒的军师 主公你不用忧心 请主公你派人将官告送他给云墙 命令他起兵去攻取范城 这样就会使得敌军胆寒 他们的攻势自然就瓦解了 流鼻这样就安心了 立即派前部司马秘司做使者 带着告命去荆州 所谓的官告或者告命 即是指帝王对下属封官赐着的命令 关文祥就出到城外迎接 秘司入城 来到衙门大堂就行过礼坐落 秘司说 主公已经尽为汉宗王了 关文祥说 哦 我大哥尽为汉宗王 封我关某什么着位呢 五虎上将之首啊 五虎掌 关文祥不肯接任 为什么不肯接任呢 就扯听下回分解了 一肢下来周围演出 二肢下来周围演出 一肢下来周围演出 一肢下来周围演出